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疫情期间进行了生障者自立生活的经验调查 发现生障者最在意的是外出自由 拥有稳定的收入 并邀请人气女星陈婷妮担任公益大使 呼吁社会大众力挺身心障碍朋友 支持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 勇敢追梦 如果他拖掉的话 你把他叶子跟发心那个 你就稍微把它担开 伊甸小羊苗庇护工厂员工小玉 熟练的制作羊毛沾花朵 并不忘提醒陈婷妮要小心不要被针搓到手指 小玉因为小腿肌肉萎缩及智能障碍 无法像一般人一样久战或搬运重物 而人气女星陈婷妮则是受邀担任 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工艺大使 呼吁社会大众力挺身心障碍朋友 支持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 勇敢追梦 我一开始我是觉得说羊毛 他可能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我一开始说羊毛可能就只能是做 像我们常常会用到的东西讲 例如棉被 衣服 那一类的 我以为是只能做这些东西 因为我平时在商场或卖场 我看到的就是只有这几个 我没有想到说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OK 所以你进到我们的工作领域之后 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讲很棒的突破 你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我是觉得说我有一直在进步 因为我以前碰到的是搬重物 因为我以前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洗饼盒包装 因为他那个都是要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要搬重 我是希望说跟社会大众讲说 我们身障者其实不是说就只是每天宅在家里 什么事都不能做 其实我们是可以跨出低步到庇物工厂去工作 虽然说我们的学习能力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那么快 但是我们就是肯学习 然后我也希望说 我也希望说我们像我们小鸣鸣做的东西是能让社会大众看到说 我们是可以做出很好又很好用的东西 很漂亮 然后真的是亲自开始做了之后才知道 谢谢今天由小玉来当我们的老师 因为每一针每一线都是爱 然后都要花非常大的耐心才可以把它真的搓得像成品这么完美 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而且我觉得艺术作品本来就是这样子 它每一个作品长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 所以里面真的需要灌注满满的爱跟耐心 平常也是擅长做手作吗 因为刚才看起来就是很 好难喔那感觉 因为我真的完全不是所以我觉得小玉超强 我从小到大就是美术界的小笨蛋 就是我完全没有美术的天分 然后所以刚刚看到 刚刚我手拿的那一整束花 每一枝花都栩栩无声 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那有机会会想跟他学在做什么样的艺术品吗 如果想要再挑战的话 接下来我们有时间会去Beakful的场上做产访 然后希望那天可以会学到更多 自己平常不会的技能 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共同创作更多的作品 其实我非常感谢伊点基金会给我这一次的机会 因为我觉得当公众人物这么久了 也觉得很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力量 为社会大众多发声 或者是可以把这种资讯带给大家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伊点基金会 其实我觉得这世界真的需要更多的爱跟付出 然后当我们在生活中如果遇到身心障碍朋友 其实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爱跟我们的关心 那我相信当然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这一次我们举办这个计划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来响应 不管是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 我们刚刚的手拿板里面上面有一些捐款的资讯 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身心障碍者 只要我们多付出一点我们的笑容 或是给他多一点点关心的眼神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棒的支持 不要再叫了 好好好不好 如果妈妈有一天先走了 你不许说你会想的 when you told me all your secrets I carry them around and I feel the way I've seen you and your me kiss I know you're gonna need to ask me why and it even make a difference 陈婷妮还参与由你挺我无碍 Choose Life公益为电影拍摄 饰演一位自闭儿的母亲 她认为身为照顾者 有许多旁人不能了解的无奈与煎熬 更多时候是无助 希望大家能换位思考 你又怎么来追我 其实之前我一直没有先把这个影片打开来看 我想要今天跟大家一起看 我觉得感受跟看到文字版的时候蛮不一样的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饰演一个 拥有一个自闭小朋友的妈妈 然后其实我之前就看过类似自闭症儿童的书籍 然后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是非常有爱着 爱着彼此 不管是妈妈爱小孩或小孩子爱着妈妈 只是他们的沟通方式比较不像我们可以用言语来述说 那就是你要怎么去了解到小孩对你的爱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非常伟大的 然后这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跟这么小年纪的朋友 小朋友一起拍摄 然后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好像就建立了一点点属于我们彼此的默契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幸福 而且很快乐很开心 其实在现场就一直鼓励他 然后一直跟他玩一些小游戏 比如说我们就说 这颗如果拍好的话 等一下江姐姐有点害羞就说 阿姨他带你去买饼干哦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用一些比较像玩乐的方式 然后共同创作出这个作品 对但因为这个作品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我觉得身心障碍者朋友真的需要更多选择的力量跟权力 其实他们也非常像我们一样有选择的权力 我们对未来也有梦想 然后我们也想要自己去好好的搭搭公车 然后自己出门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甚至逛街 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是一个有非常蓝图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公益活动 也希望可以呼吁大家 甚至让大家对于身障朋友们多一点爱跟付出 伊甸基金会在疫情期间进行身障者自立生活经验调查 发现对身障者生活最大的影响是不敢随意外出 三层身障者因此影响工作导致收入减少 而最需要的帮助则是希望能有更多就业机会维持家计 我们这次做的就是在疫情期间 身心障碍朋友 他在社区自立生活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那其实根据我们就是每一个去访查 然后其实就是全省北中南东 我们就是时区去访查我们的身上朋友 那会发觉说他们真的有事成 因为这次的疫情 他们没有办法出门 也不太敢出门 那这个会对他们的影响 就是他觉得被困在家里了 他们原来要去的服务中心都不能去了 对那是有四层的朋友 有这样很深刻的感受只能在家里 那有另外三层的朋友 他们是有在就业的 他觉得他的工作收入减少了 所以他会很担心他的经济问题 那其实我们后来有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 你最希望得到的帮忙是什么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想的一样 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有工作 能够不要成为家里或社会的负担 能够让自己可以自立 这是他们渴望的心声 所以我们看了整份的调查的一些上次跟题目 跟最后他们的期待 会觉得说 其实身上朋友 他跟我们真的没什么不一样 他们希望有工作 他们希望可以学到很好的生活技能 即使不能赚钱 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可以自己处理的 然后他们更渴望 就是除了生理上的照顾 他们更渴望有社交圈 有朋友 那他自己的身心灵都是一个平衡的 然后可以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基金会在这次 我们给我们服务同仁 就是说虽然他们在家里 没有办法出来了 那我们就是善用现在的媒体 用视讯的方式 提供他们一些可以在线上做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身上朋友日间照顾 他每天来这边 我们会有给他一些生活技能的训练 我们就寄那个学习包 用邮寄去他家里 他打开包裹 就里面有很多道具 然后老师就在线上 那是YouTube这样教学 然后也找家长一起进来 就比如说他要学习 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课程 那就可以透过学习包 跟线上教学 然后也告诉家长说 这个你可以怎么样在家里协助他 就是我们尽量用视讯的方式 然后每天也透过电话关怀 让他觉得说没有出来 他还是可以听到 跟周围的环境有一些年结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讲说 我们就是即使是停止了 可是我们对他们的服务 我们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停止 对那透过有一些肾脏朋友 他可能需要就医的 还是有物资缺乏要送药的 那我们有很多的外展的社工员 他们就是会去帮他 比如说有一些固定要用药的 就是帮他送药到家里 那有一些家里经济比较弱势的 那我们也募集了一些资源 那就是亲自把他送到家里面 给他们这样子 我们一直期待赶快疫情越来越趋缓 那其实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会跟着各县市政府 他还有中央所规放的一些疫情的指引 所以如果服务中心 他可以开放的时候 那我们的服务对象 他们真的是迫不及待的 就想要过来 我们也很鼓励他 那所以我们也会透过一些 卫教的方式 鼓励我们的服务对象 身上朋友 他都可以做好 打第三季 目前在推的第四季 让他出门是安心的 然后他可以来这边 跟好久不见的同学 伙伴 还有工作人员一起 对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 让他们也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一块 服务身心障碍者 40年的伊甸基金会 呼吁社会大众 听听他们的声音 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 勇敢踏出生活的每一步 有你一体 我无爱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肺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第一位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启动LDCT肺癌筛减计划 针对重度吸烟者 集聚肺癌家族史这两类族群 提供每两年一次的 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 凡是符合具有肺癌家族史 也就是50至74岁男性 或45岁至74岁女性 且其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 经诊断为肺癌之民众 还有重度吸烟史等 肺癌高风险族群 可以透过卫福部国健署 7月1号启动的 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 LDCT肺癌筛检计划 预约检查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肺癌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痛 他一直是我们癌症死亡的死亡 发生的也是第一个名 像去年大概也死亡了9600多位 这其实都是在国民健康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可是它的原因上面 只能去掌握有多方向的 这几年在学会 跟国民健康署 健保署很多同仁大的努力 把很多标靶资料和药物 纳到里面去 相关的检验检查也放进去 治疗之意也在学会 跟努力之下也建立起来 所以在精准医疗的部分 有长途的进步 大家戒烟方面也做得不错 至少跟大家报告 我在几十年的被追求的情况下 也终于号称戒烟成功 那日从刚刚不发生 对里面却勇努力 戒烟只是一个 在男性里面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是以在公民健康署的努力 让这个发生往下降 那女性其实在里面发现说 飞桌烟的女性 很多有相关的配偶 那可能是一些环境的因素 经过多年的研究 也在家族室里面 是一个高通行 北特园竟然在开始做 肉豆子的吸吸 希望能够早期的发现 男性不要从西渊这方面去着手 那女性也要是从相关的一个家族史 那当然有特色 男性是50到74岁 女性是45岁到74岁 基本上我们在充分的 从研究的数据跟需要的收入下 定出最符合台湾在三检里面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这里我当然还要再感谢 贾树立副主长 其实我一上任的时候 他就第一个来到 我房间一直在 这这一样的喜爱 从贾婚到筛选这个 然后再过来 当然我新的署长 非常努力也支持这个计划 那吴赵健署长 今天就是拎门脚 让他们能够成功 那今年之外 一年起 相关的长期的计划 也持续会来进行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整理的一个 在Issation的计划的看法 让我们早期的发现 让我们的死亡数目降低 但更重要的就是要戒烟 让这个可能性 发生的可能性往下降 那接下来早期发现 精準的医疗 一步一步的架入起 我们退步的健康 经过八年多大家的努力 今天我们正式退出来 希望从7月1号开始 我们来做执行 我们的被癌筛检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 我们提了总共到2030年的计划 那目前在国外委里面来做审查 但是呢 计划是要审查 但是执行不能停止 所以我们就选了7月1号开始来推动 那推动被癌筛检计划 最后就是继我们公共医疗时的4癌筛检 包括十公顷癌 乳癌 口腔癌 大肠脂肠癌 紧接着第5癌的一个筛检 那能够完整的一个计划 必须要有国际的实证 还有国内的相关的研究的一个实证医学 那么我们透过跟相关的专家学者不断的开会 不断的讨论 透过跟各个协会一起合作 把整个筛检计划的计划书能够领完成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希望从早期化线 早期治疗 能够让我们未来在过去年期11年的死亡率 所以第一名我们都非常的痛心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前端来走手 当然从一旁端刚刚提到的 如何降低国人的吸烟率是非常重要的 筛检并不能代表说我们的肺癌不发生 筛检只是能够早期找到早期的肺癌 避免到缓急而影响到整个治疗的一个形成 跟治疗疾病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筛检的早期化线 早期介入早期治疗 能够降低肺癌的一个死亡率 当然我们最重要还是希望能够 避免肺癌的一个发生 所以希望国人也能够加入我们 不吸烟的一个行列 我们希望有吸烟的人 能够透过我们多元的 那介入服务的计划 能够加入一起来介入 肺癌个案的死亡率高 存活率低 主要与诊断的区别有关 目前第一期肺癌之五年存活率 约为九成 但如果到第四期才就医 五年存活率就仅剩一成 其别之间存活率差距很大 大家都知道 肺癌是我们的新活病 那五分之一的死亡率 然后呢 一半以上的肺癌的病人 并没有抽烟的病史 所以假如我们只针对 抽烟者做肺癌的筛检 其实有一半不是抽烟的这些肺癌病患 其实是没有办法被筛检到 那肺癌的整个治疗 在精准医学的发展 它是进步最快的一个癌症 但是大家知道 精准医学基因检测标靶治疗 还有免疫治疗相当昂贵 但是我们肺癌的病人 有六成的人是在第三期跟第四期 这些是没有办法用开刀来更证 他们只能做我们讲的精准治疗 就会花费我们健保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支援 那真的非常感谢 国健署开始这个肺癌的筛检的计划 因为全世界做了很多的研究 知道假如是我们光靠精准医学 我们能不能提升未来的五年的存活 其实是不会的 我们花了很多钱 但是未来的五年存活 这第四期才从8%左右进步到17% 那个存活其实是相当的不够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在早期发现 假如都在第一期被诊断的话 他的五年存活是在80%到90% 所以一定要推动筛检早期诊断 假如我们早期的病人能够从现在的29% 进步到50%的话 我们未来的五年存活率 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可以改善 而且可以被诊 这是我们要解决未来的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发生的原因是很重要 我们也希望说早一点能够了解 为什么我们不聪明的人还会得到未来 那针对这个发生的原因 来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最后为什么女性 我们大家会看到 她比男性早了五年做筛检 男性是从十岁开始 那女性从十四五岁 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肺癌的流行病学来看起来 华人的女性不抽烟的肺癌 而且是比男性早五年 她的耗发的年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女性稍微往前 真的非常感谢 魏伏伏的跟国建署的合作 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早一点 肺癌能够得到非常好的防治 除了肺癌筛检 肺癌筛检是第五癌筛检 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 恰询参与此计划的全台22县市 共98家办理医院 勇约筛检 记者旺军台北报道 开简计划开亮 早发现早治疗 怎么叫 有追据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为了要推广田园城市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 与财团法人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 共同在灯湖图书馆 建置绿屋顶 开办职人培训课程 从无到有 手把手的教导民众 学习蔬菜瓜果等植物栽培的风势 成果相当丰硕 这个啊 这个是 秋葵 秋葵 各式各样的叶菜 还有果树大丰收 这里是台北市政府 与财团法人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 共同推动的东湖图书馆 绿屋顶职人培训所 在老师的指导 与学员互相切磋下 来这里学习种植的职人学员们 大家收获满满 忙着采收几个月来辛苦 种植的蔬菜瓜果 这个是地瓜叶 地瓜叶 那我们目前来讲 在旁边这边有很多地瓜叶 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走一下 好了 那这个地瓜叶来讲 在6月30号那一天 我们有一批的采收 前面那边还有一条 总共四十个盆波 都是种地瓜叶的 那我们右手这边 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边这个地区 可以看到的是属于小黄瓜 那后面这一区呢 是属于大黄瓜 你可以看到 那个大黄瓜的果实 有看到 那这里面也都是在6月30号 曾经采过的 那有一些是属于老调 就坏调就把它当成肥调 在堆 因为呢 我们都算是都市都市人 那像目前来讲 经常会有所谓的都市农夫 这种田园城市的计划 那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学习到 蛮多的种种植的观念 尤其有谢老师跟蔡老师的一些观念的教导 所以我们这边学习到蛮多东西 学习到从土壤开始做翻土 做培养土 那养土 塞土 这所有的作业呢 做完之后再开始种植 那依照我们整个季节 去种植适合这个季节的一个作物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两个月来 一些种植的成果 就是跟伙伴一起 同心协力 从无到有 我们是从一开始啊 因为之前有谢老师跟蔡老师 他们已经帮我们设置好整个场景 然后我们来就是跟着种菜 吃那种看着植物成长的过程 是一种喜悦的事情 事情 收成不错的 最喜欢的是空心菜跟地瓜叶 因为刚好季节适合他们 所以他们长得很漂亮很冷 我觉得种植的这件事情 是让自己去体会生命的 从生到死的过程 会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 一方面是对园艺有兴趣 那二方面是我们因为是在图书馆的场地嘛 我们就是有请我们 乐林学习中心有推荐志工 我们主任就推荐我来 他知道我对这方面想学 那也有兴趣这样子 那可以回去以后 可以推广给我们的乐林学员 知道来这里的好处多多 我每次一进来看到他 空心菜又长高了 瓜又开花结果了 就是每次都看到成长的喜悦 当然也会看到有一些病虫害 但是这就是跟大自然的鸟虫要共存 这就是一个自然农场有机 不是就这样的机制吗 目前这个季节你看到就是 比较适合这个季节 像地瓜叶 空心菜 还有这个大陆妹这些 就是比较适合夏季采收的叶菜类 这个丝瓜是我们所有的志工一起种的 很愉快 这个绿屋顶可以让你发挥的地方很好 东湖图书馆绿屋顶在110年底设置完成 基地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 尝试以各种形态的栽种方式 教导民众如何建置绿屋顶 以及植物病虫害防治 各类植物的照顾法等 友善农业的专业知识 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个绿屋顶职人培训所 让民众将所学带回社区 甚至是自身工作的企业大楼 进行屋顶绿化 我们在这个东湖图书馆的屋顶 那跟台北市产业发展局 一起合作携手 建置了一个树香田园绿屋顶 我们讲树香田园 其实图书馆就是来学习知识 来求知 那我们在楼顶上又开发了一个绿屋顶 其实这个绿屋顶蛮有趣的 当初一开始市政府采发局就说 你去造一个绿屋顶 那我就思考了一下 所有的绿屋顶有可能产生的 种植的模式跟形态 所以我们这里有矮化的香蕉 所有的果树都是矮化的 包括木瓜 包括巴勒 包括四季柠檬 柑橘类的东西都很可爱 那另外我们所有高价的热林区 我们有低矮的所谓的生产区 那我们也有交叉式的棚架区 大家看到我们也有绿狼 种满了丝瓜、苦瓜、豆类 各式各样的 所以我们收集了台北市 也不能说台北市 几乎有可能在屋顶上 产生了种植农业的模组 所以因应这个模组 然后因应整个台北市 这些快乐农园的需求 人家想学 所以我们跟产发局合作 一年开办两个厂次 一年有春季班 有秋季班 大家知道夏天太热了 不适合种 我们就休息 那春季班 我们短期的莴炬类 一期是四个月 那我们图书馆有试听教室 那试听教室 我们就找农友改良厂的老师 然后真正有食物经验的老师 实际上陪伴你走下来 然后我们教导你在课堂里面 除了学科之外 实际上带你到屋顶上 一个人任养 十盆 教你真正的种 这四个月 由你自己种下去之后 老师在旁边辅导你 然后慢慢教你 带着你一起种 然后四个月培养 完成了之后 你们就自己归队 到你们自己的快乐农园去 带领你们自己 这个圆埔基地的所有伙伴 传达正确的农业的种植的 相关知识 这是我们建制这个东湖 其实当初也是想说 一个想法叫做农业补习班 不过真的名字有点蠢 补习班好像有点怪 那种培训所好像蛮好玩的 那职人 台北职人 职宿的职 所以台北职人 培训所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把这个 基地给建制起来 我们有老师们 顾问 还有队长 跟副队长们 在背后默默的耕耘 他们都会在职班的时候 来下肥 所以让这些植物都长得 蛮漂亮的 所以虫业很喜欢吃 就是我们现在是教怎么 牵插也有胶 然后幼苗种植下去 然后成长过程怎么浇灌 那之后还会有食荣的教导 那目前呢 因为地缘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 东湖图书馆的屋顶 那造成的对象 真的也很可惜 面积不大 什么都有 但是就是唯一 面积不大 所以我们只针对 内湖科技园区 以及南港科技园区的 产办的工作人员 居民、市民们 主要的招募对象 那科市长来走过一次之后 他也觉得这个 蛮有趣的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传承下来 田园城市的政策 那希望整个台北市 在东区、北区或 哪一区多建置几个 然后希望把正确 在屋顶上种植农业的技术 把它传达下去 让每一个快乐农园 都有一个非常精彩丰富 大家所有的市民 都能够丰收的一个 场域 快乐的场域 希望环境、健康、新生活 能够永续的传达给所有的市民 那这里的学习来讲 可以学习到 不只是一个人 而且是一群人 大家一起互相努力提供一个想法 那把这整个农场做一个经营 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们这边的学习课程来讲 一起是 我们计划是整个是 大概会有半年的作业时间 那一开始会有所谓的 大概一个月的一个学习计划 那会来上课 那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勒林教室 那也可能在新生公园的一个教室 那新生公园那边的绿化教室 会学习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这边来报名之后 录取之后呢 整个作业过程 大概四个月的一个期限 那中间会有所谓的开始试用 那开始学习 刚刚讲上课 那实际作业 那后续来讲就是开始修养 因为这个土壤还是要做修养 这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这种贡献来讲说 把我所学的东西呢 再传承给我们的新的学员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 当然是要有这个机会 能够持续下去 那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所谓的 企业永续经营来讲的话 能够提供给一些企业呢 他在自己本身的屋顶 想要做所谓的这种绿化作业 而且可以做所谓的 食农教育的一个推广 我希望也都能够做这样的推广方式 从无到有 手把手的培训方式 来参加的学员 大家都有丰富的学习成果 也感谢市政府在东湖图书馆绿屋顶 开办职人培训所 让他们有机会体验城市农夫的快乐 也将把所学带回自己的社区 或与团体分享 一起来推动田园城市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炎炎向日 头皮容易出汗出油 就会想要天天清洗头发 而其实洗头啊 有正确的顺序和一些诀窍 才能达到真正清洁 且保护头皮头发的目的 因此特别请来了资深美发设计师 为大家讲解示范 炎炎夏日到来 头皮容易出油出汗 就会想要天天洗头发 而其实洗头有正确的顺序 和一些诀窍 才能够达到真正清洁 而且保护头皮头发的目的 因此特别请来资深美发设计师 为大家讲解示范 我们洗头发最主要是洗头皮 不是洗头发 那如果说你洗头不超过三分钟 那头皮是没有办法把我们 把我们的一些荷尔蒙分泌啊 油啊汗啊清除干净 我们起泡的时候通常是洗把筋挤在上面 就把它搓均匀 之后先搓均匀之后 大概是从两边起泡 因为我们很多人 就会直接从正中间起泡 那我们洗把筋现在很多浓缩的 如果说你没有冲干净 这一块就很容易掉头发 哦我们洗头就是 全部泡泡均匀之后 这样子第一区这样搓 到中间稍微搓一下 好第二区 哦那我们搓的时候是用指腹 指腹去搓 可以大力的去压指腹 就像按摩 第三 好然后再来第四 第一次洗完之后 沖完水只要沖八分干净 或七分干净就可以 再重新第二次起泡 正常来说头发 需不需要天天洗 要先看你的出油状况 如果你的出油状况 不是很常出油 夏天我当然会建议 那有些人他长期待在冷气房 他可能不太常外出 不太常流汗的话 是可以两天洗一次 尤其是女生 那男生的话 我其实比较建议天天洗 美髮设计师表示 由于头皮也会不断增生角质 加上有染髮或烫过头发的观众朋友 髮质会比较干涩 因此需要定期保养头皮和头发 所以我们平常洗完头的话 最好能够再用护发性 酸性 护发素大概pH值在2到3左右 那我们洗完头 开始做包尾的护理 那这样子第一个可以让烫卷的头发不毛躁 第二个可以让有染过的头发 它有锁色的效果 也就是延迟颜色掉的时间 第三个头发会变柔顺 比较不毛躁 所以呢我们洗完头 如果你有烫染的话 除非是男生短头白非常短那种 你只要有一点长度 就会建议用护发素 稍微做洗完发的护理 美髮设计师提醒观众朋友 年纪过了40岁之后 调发的情况会更加明显 因此正确洗髮和选择对的洗髮精 真的很重要 这样才能够维护健康的头皮和头发 记者徐超雄台北报导 贾福基金会调查 少年因为金钱或同财的压力 触发比率逐年攀升 其中以诈欺背信 妨害秩序最多 因此嘉福中心提出了安心三计 呼吁家长要关心陪伴 帮助孩子远离风险 嘉福基金会 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 少年生活与法律观念问卷调查 报告指出近五年内 少年触法类型中 诈欺背信增加22.8% 妨害秩序增加943.8% 值得关注 我们也知道少子化是非常严重的议题 也是一直被关注的 可是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看见 我们少年犯罪的嫌疑人 占我们所有犯罪的嫌疑人 占比数是逐年增加 尤其近五年对诈欺背信 以及妨害秩序的让特别的居增 十二学到十八岁的少年懵懵懂懂 什么不知道 最爱讲什么 最爱讲力气 充满了好奇 血气方刚 很多的热情 强强一群朋友 就我们去做什么 不去就是不告一事 不然就是你没用 所以不得不就跟大家去做 可是我们还一直常常 在这个问卷调查里面 看到一部分金钱观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没钱 常常没钱要去赚钱 可是十四岁下同工不能工作 那能做什么 可是我需要用钱 那用钱怎么赚钱 对他们来讲 再有钱赚就可以了 有时候帮你送东西 送什么东西 以前我当社工人的时候 我孩子常常送东西 小帅的东西就有钱可以拿 或是大哥跟他说 你未成年 你有事也会没事 就会单程后一笔勾销 好像也没什么事 如果万一被抓到他里去 大哥会把你保出来 会把你把红包给你消消灾 我还有一个个案曾经是 大家不知道 即使一起局中生死也突然法律 所以我们的孩子常常不懂 有一次晚上 有一个社工老师说 老师怎么办 他边说别哭 你有一群人去KTV唱歌 不小心大哥跟人家的冲突 打死了人 我的孩子十五四 十四五岁 他不曉得把大哥社工 我说我没有出手 我没有出手 我只是踢了一脚 轻轻踢了一脚 那个人就过世了 也没有事 社工只能跟他说面对现实 所以话实说 就是你不说没有 就是录影带都可以掉出来 孩子太多不懂事 其实不懂了 就犯罪了 我想待会儿我们的小朋友 也会去用他的经验来分享 也对我们也看到出 现在的犯罪也在下降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 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 所以今天做这个调查 在暑假之前 我们希望透过妻子专家 透过这个警察局的督察员 可以告诉我们 他们事务经验 能量陪伴孩子 能量营造家庭关系 能量的亲自关心 让孩子去的被基本武功 对法律的认识 对陷阱的辨识 对对跟错 是跟非 能够清楚地知道 那我们都知道 有独导人告诉我们 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你做人发生什么事情 大好前途可能就没了 我们青少年呢 可以告诉你 我曾经碰过什么事情 那个我突然惊醒 那是不可以的 我想这个是一个 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也希望借着这个记者会 让家长们知道 暑假里的孩子在做什么 家福基金会调查发现 许多的少年出法 皆与金钱相关 通常他们的钱不够用时 就有可能受到影响 从事如担任车手 租借账户等 诈欺背信有关的行为 你会打一些工 就是借个家就这样 就是以前会听朋友说 就是会有一些 因为需要钱嘛 所以就会问朋友说 有没有一些工作可以 就是一起做的 对 然后就是可能会帮忙 拿东西去给别人 对 但是我们就是 也不知道我们拿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只是做到指定的事情而已 这样子 就是很开心啊 因为以前缺钱用 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有钱可以用这样子 那过程里面 你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吗 前面就是都没有 因为就是不知道 然后是到后面就是 有跟别人聊到这件事情 别人在说 诶,这很危险这样子 所以是透过朋友的提醒 让你发现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是吗 亲职教育讲师魏伟智责罢 北投少府主陈碧豪 督导员 与少年代表与会座谈 一起帮助少年 远离风险 也呼吁家长 必须要这样做 基本上 零用钱的给予 因为给太多 因为给太多 他容易当大爷 给太少 他就自己私下想办法 所以其实是需要先透过陪伴 透过了解 去给到一个刚刚好适度的 零用钱的金额 如果孩子他自己去偷偷 去想办法去赚钱 那其实爸爸妈妈要回答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是什么原因他想要赚钱 但是他却不会告诉我 少年处罚以后当然还是要到警察局派出所去做笔录 那完成这个笔录以后 警察会把这个笔录移送到少年法庭 那接受一些调查之后审理 那最后会给予一个保固处分 那在这段审理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机会接触到少年辅导委员会 我们有社工会进行一些服务 咨询或者是开案辅导 来帮助这些少年 他遇到这个少年司法流程的时候 有一些恐慌 有一些不清楚 或者是家长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都会协助他 其实这些少年他们处罚 他们其实大多是来自于他们不清楚一些法律的知识 那也有一些观念不正确 家庭疏于管教等等的 那他们其实是很可爱的 那他们经过一些辅导的时候 都可以发现他们会有新的一些生活 那所以他们其实是欠缺一些陪伴 欠缺一些观念上的一些澄清 或者是知道一些法律的常识 那知道说他们好像 误触法往走偏的路 认识一些坏朋友造成这些事情 所以我现在觉得说 其实可以多多提醒他们 多多陪伴他们 都可以帮助他们再走回正路 另外像是少年容易触法的妨碍直询案件 青少年小夫和小钟 也有类似情况出现 可能就是我国中的时候 可能班上的同学就是在班上 就有些冲突争执这样 那可能就是如果好要沟通的话就没事 但是就是没办法有效沟通 那就是草到后面就是有动起手来 那就是之后他们有就是 就是在校外就是 约剧中都有这样 就是两方人马都是 就是两方都有去互相约人这样来 那那时候就是有 头一个同学是问我说要不要去帮他这样 但我觉得 就是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所以我就以就是 我要念书就是我要认真念书 那可能我要去上课班 然后时间没办法就是对上这样 然后就是弯曲掉他这样 他也没有明白说要去干嘛 他就说今天刚好有事 要不要一起去这样子 然后可能就跟朋友一起骑车 然后就去什么一个地方 然后就结果看到很多人来 然后以为可能是要 什么烤肉干嘛的 没有是要就是 类似聚众斗偶 但是就是站在旁边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觉得我长得高 然后站在旁边就有威吓的感觉吧 所以就会找我去 如果孩子出现这些情况 则巴和校府独导员 也有一些技巧提醒家长注意 帮助亲自沟通与互动 青春期的孩子 他其实就是一个准备要迈入成人的孩子 但是他虽然他的外貌 他的身材 他的身高好像跟一个大人无异 但是他的内战就是一个 尚未完全自律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 爸爸妈妈的一些 就是刚刚不断提醒的 陪伴跟对话聊天 为什么 假设你刚刚一些例子 孩子突然有一段时间 长时间不在家 或者他的身上一回来 出现一些伤痕 或者是明明都给他午餐前 但是他怎么越来越瘦 那其实这些都是需要 爸爸妈妈的观察 然后来做一个好的询问 例如说就是 孩子你怎么了 你是吃的不够多吗 还是怎么样 都会一些询问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事情 孩子他并不是不想说 而是他担心说了之后 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 例如就像刚刚调查所说的 他可能会被骂 被打 甚至会被严重的处罚 其实每一个孩子 他的内心的世界 都很希望被自己的爸妈 理解更可 这是渴望的 但是就是因为 他担心他讲了之后 可能会有些不好的对待 所以他才会选择不讲 这就会变得很可惜了 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 虽然孩子是青少年了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 他有他很多的同才的交际 但是只要他在家的时间 我们都一定要好好的做到 放下手机 约束孩子的手机使用 然后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做更多 双方都有兴趣的互动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有很多的聊天陪伴 需要教养的时候 我相信爸爸妈妈在忙碌的日常生活当中 当孩子发生一些事情 我们一定会有情绪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教养不是只有打骂吼念 我们的教养最重要的是 要让孩子感受到 我们为何要管教你的良善动机 那这个时候有个前提就很重要了 就是爸爸妈妈自己的情绪 是否是稳定的 所以我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跟提醒 就是要去跟孩子教养的之前 一定要先让自己的心情是稳定的 再去跟青少年对话 否则很容易因为青少年的一个翻白眼 一个烦耶 然后就很容易抓起来 所以大人的情绪稳定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如果青少年很在意 爸爸妈妈可能之前有骂过他 念过他说过他什么 他是有受伤的 或者是在管教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确也骂了念了 或是处罚了一些不好的方式 一定要记得跟孩子道歉 我经常习惯用三级预防的概念 那就是在初级好像是 好像所有的学生 针对所有的学生 都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 我们就会进行普遍性的宣导 基础的法律常识 对样的观念 犯罪手法 我们都会让同学们有机会知道 那也会办理亲子讲座 社区宣导 或者是校园宣导 让所有的学生跟家长 都能够先知道这些东西 然后来事先预防 那我们也会办理一些活动 透过有趣的一些游戏 团体活动 一些影片 或者是我们办短文比赛 漫画比赛 这些来增加他们的有趣的吸引力 那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们 能够澄清一些观念 那如果真的是已经有一些触法 高风险的一些少年的话 我们会进行开案辅导 来长期陪伴这些孩子 那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过程当中 有接触到许多的少年 他们触法以后 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的心声 他们会说到 为什么都没有人提早 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那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或者是我以为没有人关心我 我以为在这些危难来临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跟谁求助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这些损友 就会提出一些歪主意 那我们这时候 就要呼吁所有的家长 一些师长们 我们要不断的 很有耐心的 很花时间的 告诉他们这些常识 包括法律的知识等等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有人关心他们 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向谁求助 才是正确的 千万不要在危难的时候 就觉得 我就赶快在网络上 乱找一些资讯 我就问一下朋友 其实最好的朋友 就是问爸爸妈妈 就是问老师 他们可以告诉你们 比较正确的答案 家福基金会则提出 安心三计 包括具备法律知识 主动咨询求助 家人支持关怀 协助额少做出正确判断 远离风险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首先进入中加宽屏官网 在上方的选单中 点选光纤上网内的Wi-Fi设定选项 输入身份证字号或订户编号 联络电话与验证码后 点选登录 选择您所属的系统台 与数据机设备 点选SSID名称及密码变更 输入SSID名称 然后再输入新Wi-Fi精钥密码 并再次输入新Wi-Fi精钥密码 点选确认后及完成设定 如果有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麼起来喔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指缝车剧团今年度第一场大型公演 7月15号将在基隆国门广场热闹登场 演出经典漫画改编的诸葛四郎 到场观众的民众只要捐发票 还有机会获得扭蛋 或者是动漫文剧组 接下来还有九天民俗技艺团 及台湾特技团等知名的表演团队 在全新的艺术卡车上接棒演出 尝尝精彩 三将军是快想办法 好想办法 办法 你在哪里我好想 你咋快出来啊 四 四 狼 四 嘿 我是诸葛四郎 剧团演员幽默的对白 以及精彩的动作演出 获得全场热烈掌声 这是紫风车剧团改编经典漫画 所推出的诸葛四郎 7月15号将在启用不久的 基隆国门广场登场 希望延续上个月刚结束的 2022城市博览会热潮 也带大小朋友重温 60年前宏极一时的本土超级英雄 诸葛四郎如何打败魔鬼党 现在国门广场非常的宽敞 所以我们也可以容纳更多的一个民众来参与 那我们相信 现场是准备了2000张的一个椅子 不过我相信应该是会超过跟爆满 那因为基隆走在全国疫情之先 所以我们才能够 这个能够在6月份的时候 举办这个全市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城市博览会 那在7月份在相关的广场的地方 来进行这个表演的一个这些展出 基隆市长林欧昌与基隆市税务局局长欧秋侠 也分别戴上诸葛四郎及魔鬼党面具 演出当天参与民众都可以获得这份特殊的纪念品 这个非常有创意 这边是面具 这边是节目单 每一个小朋友通通都会有 到现场的民众 我想我们都会送这个节目单 因为节目单就是让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这个故事的一个内容 所以每一位参加的民众 我想我们都会来供给大家 除了主角面具外 民众只要现场捐实体发票及云端发票 还有机会获得扭蛋或知名动漫造型文具组 用一张的云端发票 或者是两张的紫本发票 就可以玩小孩子玩扭蛋一次 那扭蛋里面有一个纸条 就可以换精彩的奖品 那好康二就是云端发票两张 或者是紫本发票四张 就可以换小朋友票选第一名的鬼灭之刃文具 紫风车剧团演出后 接下来7月16号及7月17号 将由基隆圣化局邀请知名的九天民俗技艺团 及台湾特技团 在全新的艺术卡车接棒表演 希望给民众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外地的朋友问我说 城市国展会结束以后 基隆就这样子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国门广场串联了山跟海 最美的城市 最美的国门 应该就要像这样子 有海跟山的景致 在国门广场吹着海风 看着好的表演 听着优雅的乐音 我相信这是一个国际都市应该有的水准 7月22号则由紫风车剧团的 五双爱老虎压轴演出 紫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表示 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剧团演出机会大减 今年第一场大型演出 就选择献给基隆 牛昌强调国门广场启用后 已经成为基隆最热门的户外新景点 7月起包括文化局 连续两周的仲夏月集演出 以及接续登场的紫风车剧团等活动 希望邀请民众暑假到基隆 共享亲子欢乐时光 基隆一起放暑假 欢迎大家来看戏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惊喜 你的设计 我觉得很累 不 不 不 怎麼這樣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嗎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首先進入中家寬評官網 在上方的選單中 點選光纖上網內的Wi-Fi設定選項 輸入身份證字號或訂戶編號 聯絡電話與驗證碼後點選登入 選擇您所屬的系統台與數據機設備 點選SSID名稱及密碼變更 輸入SSID名稱 然後再輸入新Wi-Fi精訊密碼 並再次輸入新Wi-Fi精訊密碼 點選確認後及完成設定 如果有任何操作上的問題 請與客服中心聯繫